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两函数之间面积之选取适当积分形式的立体 选取适当积分形式找出介于x加y平方等于0 以及x加3万平方等于2之间所为乘的有限区域面积会是多少 由于我们的题目没给我们范围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七分范围 因此我们就必须将这两个函数解连力求出它们的焦点 所以我们将这两个函数连力之后 解的的焦点为-1-1以及-1 好那我们就把焦点跟两个函数的关系把它画在底下 也就是这一张图 左边这张x加y平方等于0就是过远点的抛物线 而右边这条抛物线就是我们的x加3y平方等于2 好那如果呢我们先用y是x的函数来观察 也就是我们要找出x的范围 好那我们x的范围呢就是-1到2之间 可是呢我们经过观察后我们可以发现 当我x属于-1到2的时候 也就是我会有两个区块要去做计算 第一个区块是我x属于谁 是x属于-10的时候 是这个区块 另外一个区块是我x属于哪一个区间 是0到2的这个区间 所以我要分两部分来做 它过程也会比较繁杂 因此我们就该以考虑 当x是y的函数 也就是找出y的范围 对y做积分 好我用红笔来表示y的范围 y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 是-1到1 好那我们有了y的范围之后 我们就可以找出哪一个函数 比较大咯 左边这个x加y平方等于0 我就可以给它改写为x等于多少 -y平方 因为呢我现在要把它 以x是y的函数来观察 而我右边这个抛物楦 原本是x加3y平方等于2 我就将它改写为x等于2 减掉3y平方 OK 好现在我们就来比大小了 好对于我们y属于-1到1而言呢 我们函数x等于2减3y平方 一定会大于x等于-y平方 好这我们有图就可以很快可以了解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套用面积公式啦 好面积公式就是a等于积分c到d 绝对指h of y-ly 所以呢我们蓝色区块的面积就会是a等于积分 区域就是-1到1 所以积分-1到1 括号2减3y平方减掉 括号-y平方 好地y这里是地y 打错了 好地y哦 好那我将这里面的把它整理一下 也就是说我可以得到积分-1到1 括号2减2y平方 这也是地y 好那现在呢我要对y做积分 次密加1取导数次密加1 所以就会得到2y减掉3分之2 y的三次方 好那y的上下界分别为-1到1 现在呢我就把上下界带进去找值了 所以呢就会等于2减3分之2 减掉括号-2加3分之2 好这里呢2减-2所以是4 负3分之2减3分之2所以是负3分之4 我们就可以得到4减掉3分之4 最后呢就是等于3分之8 OK 好3分之8就是我们这个积分区域的面积了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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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